今天是10月1日 星期三是12月份第一个介绍 市场有点反弹 但我认为只是急跌后技术上的后抽 恒生指数由11月16日高位25746点 一直跌至12月30日低位23175点 跌足足2571点 技术上有点超卖 所以到12月份第一个介绍 有点反弹是很正常 问题是反弹是欠缺动力 成交禁压真的不足够 以指数来说 今早先高开120点 到23,595 之后由23,537 一直升到23,864 在这327点的波幅中 市市一直走来走去 由于今天是第一个交易天 变成我不能够跟你说 12月份的股市到底是先高还是先低 我们要等 等多几个交易天 直到指数公破23,864 或者再跌穿23,537 才知道这个月的形态到底是先高还是先低 不过无论先高还是先低 在现在气氛这么薄弱之下 大家入市的态度最好都是保守一点 我总是怕年底之前 可能又有黑天鹅事件再出现 是这样的话 既然事况不明 尽量保留现金就比较好一点